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人有神则至高 通过眼睛的形状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性好坏和能力强弱 从而大致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好坏 那不同眼相的人命运如何呢? 哪种眼相富贵?哪种眼相多贫贱呢? 下面大佬来为大家揭晓 一、大眼睛开朗活泼 有一双又名又亮的大眼睛是每个人的愿望 特别是女性 其原因就是因为大眼睛者性格开朗、活泼、可爱 这种人一般心胸比较开阔 不计较小结、善与人相处 大眼睛的男人一般都比较灵活大胆 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与人水平高、办事速度快 他们的眼睛会说话、态度和蔼、善解人意 很会迎合女性的心理 和女人在一起 他们总会使女人感到轻松自在 不知不觉中让女孩子倾心相素 因为这种男人谈恋爱成功的比例相当高 女孩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应该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 因为这至少给她增添了几分迷人的大眼睛 一般而言 大眼睛的姑娘都具有较好的艺术感受力 歌声优美 音乐节奏感强 能歌善舞 性格开朗这些词语会经常用在他们身上 很多女演员都有一双明亮而大的眼睛 这并非导演因为选漂亮的演员而专门挑选眼睛大的 而是因为大眼睛的女性具有天生的表演艺术才能 大眼睛的女性一般不会害人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大概因为这点 大眼睛的女性往往性格比较开朗 心中瞒不住事情 她们如果有什么心事 总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来 这种女性在谈恋爱时比较开放 一般不会羞羞达达扭扭腻腻 作为一般的朋友 大眼睛的女性也比较容易接近 二 小眼睛 谨慎稳重 有的人眼睛比较小 并且很多时候还不完全睁开 据观察 这样的人处事比较冷静 做事很细心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常常是稳扎稳打 步鼓为盈 做事之前总是先计划好 然后按部就班 从来不会操之过急 或有大胆的冒险计划 这种人思想往往很保守 办事比较机械 不大懂得创新和变筒 显得有些矮板 用这样的人进行项目分析和财富管理 还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 眼睛小的人一般比较内向 不爱说话 不善交集 跟异性交往 更显得紧张和笨拙 三 长眼睛有远见 长眼睛的人办事 常常会做到文准很 他们的责任心一般都很强 办事严肃认真 这种人有很强的决断能力 有远见 因此常常能成就大事 有的人眼睛长得又长又大 给人一种慈善温和的印象 这种人很有人情味 并富有同情心 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 他们事业的成功或许与这种奉献精神和同情心有关 这类人在年轻的时候会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帮助 年老的时候会成为被众人尊敬的慈善家 如果你身边有长这样眼睛的人 你千万不要置之不理 他会成为你值得信赖的朋友 和辅助你事业的好伙伴 四 圆眼睛悟性高 眼睛圆圆常常给人一种机灵的印象 这样的人比较聪明 反应灵敏 适应性强 这种人做事积极 讲究时效性 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 在圆眼中有一种称之为黑豆眼的眼睛 是非常需要警惕的 他长着一对漆黑的眼珠 遇到事情 小眼珠在眼眶里直转 时刻盘算着自己的得失 这样的人常常做不出正确的判断 因此不能轻信他们的主意 他们常常还很固执 自以为是 往往撞了南墙都不回头 五 眼睛突出 外墙中干 有的人眼睛长得往外突出 就像鲸鱼的眼睛 这种人办事常常是欠考虑 大大咧咧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他们心里往往想一些虚幻的东西 并且到处张扬 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出多少实际工作 这种人想法和计划很多 却很少有几件可以付诸实践的 有时即使去干了 也常常是虎头蛇尾 半途而废 是一个标准的纸上谈兵者 并且这类人往往还表现得自以为是 办事武断 自尊心不很强 企图用自己的夸发奇谈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外表威武 内心脆弱 外强中干 才是这种人的真实写照 六 眼睛下线 洞察力强 有的人眼眶下线 就像一个深邃的洞 这样的人做事比较慢 很仔细 常常能够通过现象看出本质 有很强的洞察力 他们办事很冷静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三思而后行 而眼睛下线的程度不同 也会具有不同的个性 眼睛微微下线的人 能够连结自律 内心世界很朴素 如果能够围观 他们一般是比较清廉的 特别深陷的眼睛 警戒心里强 这种人似乎想要把自己的眼睛藏起来 不让别人看到 谁常会以敌视的态度看人 就好像隐藏自己的眼睛一样 他们企图把自己的心灵掩盖起来 不希望让别人知道 不是按与人交往 往往是一个孤独者 七 眼角朝下细心柔顺 眼角朝下者为人宽厚 细心柔顺 性格偏内向 行动有些消极 为人处事抱着与人无争的态度 但也不是没有上进心 若过分下垂就不好了 遇事会优柔寡断 拿不定主意 这样的人办事是让人不放心 会误事的 如果是男性如此 会对工作不认真 没有上进心 只贪玩乐享受 说话办事 慢吞吞 你急他不急 对女性来说 脸角稍下垂或平直较好 性情柔顺 肤唱肤随 与丈夫配合得很默契 手脚也勤快 整理家务紧紧有条 也会看丈夫的眼色形式 使丈夫一切顺心 但这种女人对丈夫如此 对别的男人也会很柔顺 若是有工作的女人 特别会巴结上司 讨上司的欢心 如果失去自治 也许会做出让丈夫不快的事 把眼角朝上一树敌 眼角朝上的人自信心强 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乐天派 为人处事从不顾忌别人的态度 有时会自吹自雷 狂妄自大 这样就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 发生争执 女人若眼角上翘 可说是女中丈夫 工作积极热心 争强好胜 自尊心很强 性情容易嫉妒 对男人看管很严 极力要控制丈夫 而她自己却不愿意受丈夫的管束 这样的女性不善与人相处 而容易树敌 给自己带来灾祸 九 三角眼翻白眼 与之交往需小心 有人的眼睛上边大下边小 就像一个倒立的三角形 被人们称为三角眼 这种人心术不正 诡计多端 往往靠欺骗和损人利己过日子 而且这种人往往会是守财奴 翻白眼的人心比较狠 这里所说的翻白眼的人 不是那种会翻白眼 而是指那种眼白多 眼黑少的人 一般来说 这种人比较霸道 缺乏必要的温情和爱心 作为一个男人 他们一般都是大男子主义者 十 同人小且居中 死心眼 这种眼睛表示女性不太好的相 会是性格软弱 逆来顺受者 如已婚的话 会是为丈夫之命适从 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 如同中国的小媳妇 常常受气 也不会讨男人的喜欢 干工作缺乏才干 也不会干好 如未婚的话 恋爱会不大顺利 对于男子来说 需要女性的温柔 但也不喜欢过于软弱 毫无独立能力的人 而且这种眼相的女性 小孩的缘分也淡薄 会为小孩子烦恼 甚至小孩子长大了 还会欺他 这种女性不大会说话 性子余止 所以会不讨人喜欢 但可能对丈夫 对家庭忠贞不二 若是男性有此种眼相 可以肯定其心眼值 不会算计 对于金钱之事 不会处理 嫌麻烦 这种男性性情坦白 为人爽快 肚立有话 直接了当说出 不会自欺欺人 不会造谣声势 背后说人的坏话 这种男性不适于做政治家 文学家 最好做技术工作 当然以上论述 要遵循项目独论 因为在实际项面的时候 还需参照其他五官部位 以及身材体型 气色 声音 气势格局等 只有综合参照分析 才能准确判断和预知未来 眼睛是面相学最重要的 但却是最难以把握的 需要充足的面相知识 与丰富的社会阅历 才能真正区分面相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